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锅炉里30秒 葱油就做好了 盐往里撒一点 搅拌均匀以后 滚在我们这边的面包上 点黑的浆 放进烤箱 预热好后烤5分钟 面包已经被烤得非常的焦黄了 看 我拿出了那香甜的日式美乃滋 要开始我华丽的表演 但是结果一点出乎意料 呵呵 摸的不好看 请不要介意它撒上末松 再丢进烤箱半分钟就OK了 呜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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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意大利香醋 还有广岛烧酱来调一个酱汁 它是甜甜酸酸咸咸的 这个意大利香醋它不是黑色的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 首先切开我的厕离 哇 我觉得这个熟度刚好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这有一只洗干净的桃子 哇 再淋上我们刚刚调好的那个酱汁 脸色再好看点我再撒一点红辣椒 面包好咯 然后先取一点cream cheese 奶油奶酪 今天要把它做成一个甜字格的 把cream cheese涂到了面包的对角 这是昨天做好的芋泥 芋泥的做法我也会负责任的分享给大家 还附带芋泥的四种吃法哦 千万不要错过啦 涂在没有cream cheese的地方 然后我再稍微点缀一下 在这个白色的地方放隔细 这个是糯米粉 点点 玉米淀粉 抹茶粉 混合均匀以后加入等量的水 在微波炉里盯上一分钟 一坨黏黏的 还稍微混合一下 因为我今天是要配蜜豆的蜜豆特别的甜 这个麻酥里面是一点糖都没有加的 趁它还热着 还比较软 涂在我烤好的吐司上 蜜红豆 涂了一圈 蜜红豆肉量还是很高的 给我薄一点 最后再撒上一层抹茶粉 就大功告成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 我们转发哦